無業男港鐵售票機變ATM 納走88,000 利用售票機的漏洞賺食 你都算是古惑了 補稱無事撈的他 當正售票機是提款機一樣 拿走找回來的錢和車票 一個月內 還去了二十多個港鐵站出 古惑納走85,000 都有港鐵職員發現 多個車站的售票機交易紀錄 都不多尋常 上星期三報警 六天之後 他又想在上環港鐵站出古惑之際 就被調他尾的警察抓了 再被押回去旺角家手證 原來警察收到舉報之後 回看CCTV 一早鎖定了52歲姓梁的他 但Case就列到試案 港鐵就說 工程人員不時都會幫部售票機upgrade 但都很難避免有人刻意犯案 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 我看蘋果洞 因為迴擺器 記錄著香港的生命力